原因就是我上次發作的時候去看醫生 醫生給我那個抗生素之外 他還給我一個這個就是益生菌 他就說叫我先把抗生素吃完之後 然後就要用這個保養跟預防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保養跟預防 你下次就是還會再來啊 沒錯 你還要再吃抗生素 觀念在修正 然後其實我覺得蠻方便 它是膠囊 它是膠囊 然後它上面就有寫 它是有專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什麼專利益菌 它就說因為益生菌有分很多種 所以它是專門針對我們女生 保養私密處的 對 泌尿道的問題 然後它上面就有寫 它有那個蔓越莓 那這個我就知道 因為我們不舒服都要喝那個蔓越莓一支 然後它有一個洛神花餓 然後我就這樣吃 其實蠻簡單 然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陰道的位置非常接近子宮 然後卵巢跟泌尿道 所以現在研究已經看到說 陰道菌群的失調跟早產有關 然後它跟子宮頸癌有關 然後跟卵巢癌有關 對 那好的陰道菌群呢 它可以降低 人類乳突病毒的感染率 然後它可以降低 就是那個 艾滋病毒的感染率 所以這些東西呢 其實一直在發展 某些人呢 其實如果他希望預防婦科的癌症的話 其實他需要這個好的陰道菌群 來支撐 這個防衛措施 那還有就是一些 比方說更年期的婦女之後 他比較容易有干涉的問題 那好的陰道菌群的話 它可以維持 年末的免疫健康 懷孕的婦女其實他非常需要好的陰道菌群 因為從懷孕的小鼠上面看到 失調的陰道菌群的話 它會連帶有子宮的菌群的失調 那胎兒的腦部發育會出問題 寶寶出生的如果是自然產 它第一個關卡就是產道 那寶寶會直接繼承母親的陰道菌群 那這些菌群呢 會跟寶寶的就是免疫系統的發展 跟腦部的發育 有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那什麼是好的陰道菌群呢 其實有一種叫做 GMDGA的這種益生菌呢 其實已經經過研究 它有很強的在陰道定質的能力 那它可以分泌一些非常多的乳酸 然後有非常多的抑菌物質 可以降低 比方說一些加德氏菌 或者是白色鏈珠菌 然後這些大腸桿菌 常見的細菌性的陰道炎的 這種有害菌這樣子 那現在如果身體 沒有什麼異樣的女生可以吃嗎 也可以吃啊 因為你就是保健 保養那個 那如果它再加上蔓越美跟洛神花 因為女性朋友有時候搞不太清楚 泌尿道的不適跟陰道的不適 到底是哪一個這樣 因為散覺有點像 因為都在附近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組合 尤其懷孕期的人 懷孕期的人打死不肯吃藥 其實我就必須要開這類的保健餅給他 還有呢 現在因為跟寶寶經過腸胃道 有沒有這些好的菌種刺激有關 也有一個研究 這個即使婆婆傘 婆婆傘之後拿一些寶寶 媽媽陰道的分泌物 去塗在寶寶的嘴巴 來刺激他的免疫能力 不過我特別提到裡面的元素 蔓越美其他裡面有淺花青素 其實可以抑制細菌 不一定在那個泌尿道上面 像剛剛講的花的那個部分也是 其實它都是很好的研究 我特別把論文答出來看 其實它很快的 大概三天到七天的治療 大概就改善七到九成的一個蠻液度 尤其常常耗發的這個族群以外 除了到了嚴重的時候的藥物治療 其實它需要平常的維持 對 真的 所以許多人保住婦科 尤其女孩子 婦科疾病的困擾 提醒各位女性 身體有意張一定要看醫生 千萬不要因為害羞看診 而掩誤了病情 謝謝大家 謝謝 到了鳳梨盛產的季節 在醫院工作 劉醫師不太敢吃鳳梨 其實非常的可惜 因為鳳梨裡面的鳳梨 酵素有很多的好處 第一 它可以分解氨基酸 提高蛋白質的吸收 增加基礎代謝率 第二 它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所以可以重整我們腸道的環境 幫助我們排便 可是如果你怕鳳梨傷味 不妨把它加到無糖的優格裡面 來增加無糖優格的口感 也可以降低胃部的負擔 來讓自己排毒又受傷哦 夏天到了 蚊蟲之身 外出活動就很容易被釘成紅豆冰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可以用植物精油DIY 做成蛆蟲液 植物精油的天然成分 它有蛆蟲防蚊的效果 而且它不傷肌膚又散發天然的花草精香 如果你選擇的是薰衣草 它有蛀棉疏壓的效果 如果你選擇的是天竺葵 檸檬香茅的話呢 它還有抗菌除臭的效果 我們只需要一個噴霧容器 加入酒精 然後幾滴的植物精油 最後再用蒸餾水稀釋 出門前噴灑在皮膚跟衣服上 這樣就可以達到除蟲的效果